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您再度收看 《锻炼批判思考破解中华话术》的节目 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呢 说运历县县长张立善县长 他下令或者是他推动 要在各校挂出这个贬额上面 直输礼义廉耻四个字 这是一个教育和文化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说 到底这样挂这个贬额 好还是不好 对还是不对 那如果是对是哪里 对不好是哪里不好 那标题呢 我们给您准备的标题就叫做 张立善的礼义廉耻 好那在进行讨论主题之前呢 先来回答一位观众朋友的来信 他来问一个问题 他说最近高雄呢 有一所高职的学生 正在这个毕业纪念册上贴出 Po出这个男性的裸照 他想要听我的意见 说我们在同志游行的时候 也有很多类似的装扮 或者是表现 这是个人表现的自由 那么在毕业纪念册上这样做 好像又不是很妥当 那么到底是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这个我简单的回应很简单 就是说所有个人的表现 或者是某一个群体 比如说同志游行 同志们他们要表现什么 那这个尺度要放得比较宽 因为这是个人创作的自由 也是言论的自由 可是毕业纪念册通常是代表 这个毕业这个班级 甚至于全校同学的一个共通的表现 那因此呢 比较不遗于只用部分人的想法 来代表群体 这个差别只是在这里 不是说男性的裸照不可以啊 或什么 主要是毕业纪念册上 可能不是很妥当 但不过即使是如此 我们还要保留一种可能 就是学生们可能 透过在毕业纪念册上 搞怪作为一种抗议的手段 也不一定跟同志 或者是性别议题有关 他们po这些裸照 很多未到之事 看了很不舒服 就跳脚 他们的乐趣就在惹他们跳脚 作为一种抗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要另当别论 不过如果是这样 那么负责制作毕业纪念册 这个毕业纪念册的 这些同学们 其实要稍微负载说明 说他们po这些照片到底目的何在 只是宣扬他们自己在性别议题上的主张呢 还是他们透过这些 有些人会认为不雅的照片来展开 对某一个议题 他必须把这议题说清楚的抗议呢 如果是后者 那我们就做另外再做考虑 我简单的回答是这样 好那么赶快回来讲我们今天 张立善的离异廉耻 第一点呢 先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对于这个张立善的这个作为 觉得很不满意 也很不高兴 那最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我们批判思考 这个我们谈这个题目的是锻炼批判思考 那批判思考一个方法 之前我们谈过很多次 就是对比法 那如果今天张立善或任何学校 在他的校门口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很醒目的地方 贴出标语这上面写自由平等博爱 你会有那么大反感吗 应该不太会 当然我们之中有更自由主义的人认为说 学校根本任何标语都不该摆 那这个也是一种主张了 比较多数人大概还不至于说 任何标语都不能摆 不能挂 但是挂礼意廉耻 大家总觉得 嗯嗯 这是味道不对 所以批判思考就是要 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说 到底哪里不对 那么第一点 我们大概可以想到就是说 任何一个标语 任何一个手势 一个动作 一个姿势 一个gesture 它都不只是这个符号本身的意涵而已 它都有它的脉络 所以呢我们对于 礼意廉耻的这个反感呢 不完全是来自于礼意廉耻的四个字 而是它这四个字所带来的那个历史的脉络 那就是蒋介石 国民党专制极权统治这个集团呢 他们要推要宣传他们的统治的这个意识形态 他们搬弄很多的古书 礼意廉耻是其中之一 然后透过他们的行政体系强制的要求 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年轻人都要遵守他们这一套 那蒋介石自己解释过啦 理啊就是这个规规矩矩的态度啊 意就是好像是什么 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耻我就忘了 anyway 它有一套说辞 跟古代的原来管仲在慕民篇里面说的也不完全一样啊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那个是他们统治的一个手段 那如果你在匾额上在学校里面或任何地方你挂着自由平等博爱 那它带来的脉络是另外一个脉络 也就是自从文艺复兴以后 人民挣脱专制极权 挣脱宗教黑暗时期 宗教黑暗的那种思想的垄断的一个历史经验 自由平等博爱是这个 所以自由平等博爱让我们觉得可以接受 主要是它带来了这样的联想 而离仪廉耻让我们觉得很讨厌 主要是它引起我们对于那个白色恐怖时代 国民党威权统治时代的不好的经验 这是大概是我们赞成反对的第一个这个标准 就是这个符号到底引来什么样的脉络 但这不是事情的全貌 我们还想进一步借着这个议题 来做批判思考 那进一步我们就想要追究说这个离仪廉耻 这个词这四个字 它的原始的根源是什么 刚才讲的是时代的脉络 现在讲的是原始的根源 这四个字出自于管子 古代的一本书讲管仲的一本书 好像是管仲写的一本书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那这本书的第一篇就叫做慕明篇 慕就是慕养人的慕 明就是人民的明 慕明篇的一开头没有多少文字 他就讲到离仪廉耻这回事了 那这个慕明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篇呢 我们来看慕明篇 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慕明篇的意思 这个第一句话是说 凡有地牧民者 物在事时 守在仓里 也就是说凡是有一块土地要放牧人民 牧民就是放牧人民 你就要重视物在事时 就是春夏秋冬啊 这什么时候该耕种 什么时候该收获 你不能搞错了 守在仓里 就是你那个粮食的储存要储存好 第一句是讲这个 后面才会讲到离仪廉耻 所以在管子慕明篇 离仪廉耻是慕明的手段 就是统治者 寻化牧养 他的人民的手段 古代是这样 那后来接着欧阳修呢 用离仪廉耻 这个管子里面的离仪去批评冯道 冯道也是一个古代人 那为什么要去批评冯道 这个说来话常 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谈这些事情的 基本上就是欧阳修对于冯道 历任四个朝廷 换了四个皇帝 他都关注的很大 欧阳修认为这件事情是无耻 所以引述 离义廉耻 国之事为毁灭 国家灭亡什么这类 主要是要骂冯道的 那骂冯道呢 是说主要也是要骂冯道无耻 无耻是因为他 侍奉了好多个皇帝 这就是古代的那个 从一而终 对皇帝 对皇权从一而终的那个概念 那我对欧阳修 问管子都没什么意见 因为他们活在那个时代 他们会这样想 有他们历史背景 我们今天不能以今天的 这个角度去苛责他们 但是你去研究这个事情的根源 那就很清楚 就是说离义廉耻所代表的 在中华文化里面所代表的 基本上就是皇权 跟人民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就是你做皇帝的人 不只是要物在事实 守在昌岭 把这个农业都顾好 你还要去管制人民的思想 离义廉耻就是管制人民思想的手段 这样我们回头来看 刚才谈的 蒋介石会选离义廉耻 作为他的这个政令宣导 是有他的目的在的 蒋介石当然选的非常之对 那今天的人去把他解释说 离义廉耻是我们个人的道德 我们做人要很有礼貌 要义 要公正 公义 要连就是要清连不阿 耻就是要不要无耻 这就把它解释成是个人的修养 这当然也没有不可以 因为也不一定说古代的那个意思 一定要延续到现在 可是我们去思考这个中间的发展的过程 有助于我们了解 我们自己为什么 对离义廉耻这个东西 非常的讨厌 而有人说他只是个人的修养 我们还是很难接受 其中的背景大概是这样 那再下一步呢 我们就想说 那因为张立善这个做法 他是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学校里面 就是你挂在你家墙上 要挂个离义廉耻 随便你挂 你挂个南道女昌我没意见 在你家的事情 可是你要在学校里面挂离义廉耻 那我们就要想想 这跟教育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采取同样的方式 我们用对比法 那我随便举几个校训 大家来听一下 比如说台大的校训是什么呢 是敦品力学爱国爱人 敦品力学爱国爱人 那跟离义廉耻比起来 是应该有个高下之别吧 规规矩矩 规规矩矩矩的态度 规规矩矩的态度 规规矩矩的行为 好像跟敦品力学好像也很类似嘛 他也是个人修养 可是他有一点差别就是 规矩跟正当 是已经直接跳到结论去了 你一旦跳到结论去 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谁来定义什么叫做规矩 谁来定义什么叫做正当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罢免蒋介石 这个算不算正当 就蒋介石而言 你这个绝对是不合于义的 因为他不是正当的行为 可是就革命自私而言 罢免蒋介石 绝对是礼义廉耻 非常符合义 而且还蛮理的 为什么理呢 因为规矩矩矩太多 罢免你不是很规矩 我没有拿枪把你干掉 我只是罢免你 这不是很规矩吗 所以直接跳到结论去讲理义廉耻 跟台大校训敦品力学比起来 它有高下之别 因为敦品力学 它是说鼓励学生 或者是你要求学生也可以 你要陶冶你的品格 你要好好向学 你要爱国爱人 至于你要学什么东西 你要陶冶怎样的品格 是礼义廉耻呢 还是乐于助人呢 那这个就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好好学习 那你是要学自然科学呢 还是要学中华文化呢 那你自己选择 台大校方是没意见的 这样比较起来呢 敦品力学 爱国爱人 应该是比林毅廉耻高明 那我们看台师大的校训是什么 台师大的校训是成正秦朴 诚恳正直 很勤劳很朴素 这跟台大校训有类似的味道 它基本上还是在讲个人的修养 不过比李毅廉耻要高明 那我们看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是爱因斯坦所在的学校 普林斯顿是比 依我来看是比哈佛还要先进的大学 不过是当然个人一见了 Anyway 普林斯顿的这个校训呢 他说 Under God's power She flourishes 就在上帝的这个权力 在上帝的力量之下 She She就是指他们的大学 这个大学开花结果 那这个完全不是对学生讲话的 这不是在教训学生 这是说他们这个学校 是透过上帝的力量 这是谦虚的意思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宗教 比如在西方文化里面 凡是把力量什么归给上帝 都是自己谦虚的意思 所以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 我觉得就比台大师大还要高明了 那我们看哈佛的校训 哈佛的校训是 Veritas Veritas是这个拉丁字 其实刚才普林斯顿大学校训我漏讲 它真正挂在墙上是拉丁文 因为我更不认得 我也懒得跟大家讲 我连读都不会读了 翻译成英文是 Under God's power She flourishes 那哈佛的校训是Veritas Veritas呢也是拉丁字 它翻译成英文就是真理的意思 它只有一个字 哈佛的校训只有一个字 叫做真理 是不是比较高 这个层次就高得多 那我们看欧洲巴黎大学 巴黎大学就是索邦大学 他们曾经合并又拆开怎样 巴黎大学就算是欧洲的 这个大学教育的一个重镇 一个传统 那里面出了非常非常多伟大的人物 这个我们就不讲细节了 哈 巴黎大学的校训也是拉丁文 我也看不懂吧 我就跟大家讲英文 它说 Here and Anywhere on earth Here and Anywhere on earth 你们才能讲一下 它大概我猜啊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大学 是在这儿跟任何地方 在世界上的地方 就是这里和任何地方 在地球上都是我的学校 应该是这么讲的 我也不知道我解释了 对不对 这言而总之呢 它绝对不是礼仪廉耻啊 也不是敦品力学啦 那我们看后三所 我举的这个国外的大学 有名的大学 他们的这个所谓校训 其实他们也没有校训这个词啦 叫做Motus 就是学校所代表他们的想法的 代表他们的这个概念的那些东西 校训的这个训字本身就有教训人的味道 这已经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了 这在欧洲 在西方比较没有的 那这一比较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讲下一段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前面讲的脉络切掉 我们不以人费言 我们不要说 因为是蒋介石 遂行他的威权统治 在推动礼仪廉耻 我们就很讨厌礼仪廉耻 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把礼仪廉耻恢复成他原始的面貌 也不是原始的面貌 原始的面貌是管众他们讲要慕名的 是信仰人民的手段 那我们把它切掉 我们只剩下礼仪廉耻是个人的修养这个部分 就如现在各个课本上所解释的那样 把那些脉络全部切掉 我们仍然认为礼仪廉耻不是好的 不是适当的可以挂在墙上 挂在学校墙上的这些词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讲 第四点呢 就是其实任何一种语言文字符号 都要看它的语境 语境就是语言的情境 就是一个语言的意涵 跟它说话当时的情境是有关的 所以当一个标语 一个匾额挂在学校的门口或墙上的时候 我们要想这句话是谁说的 谁对谁说的 张立善讲到他为什么要挂礼仪廉耻 他讲的非常有趣啊 他说他小时候上学每天进学校都看到礼仪廉耻 这四个词留下很深的印象 到现在呢 他这个印象还很深刻 所以他想把他童年的美好的经验呢 再推到学校去 这是他的说法了 那张立善这个美好的经验 正是非常可怕的经验 就是当一个人站在校门口 每天对你耳提灭命 说你必须要礼仪廉耻 你要符合礼仪廉耻 那你就非常自然的 不知不觉的被寻化了 以至于当你当了云林县县长以后 那个寻化的经验你挥之不去 你自己当党国体制之家奴隶 当得很高兴 然后你还想要复制你的这个奴隶的 高兴的心情给下一代 而自己不能发掘 这就是一个校训 一个匾额的语境所能产生的效果 就是当一个匾额挂在学校里面 你每天看每天看 那就是那个匾额每天对你说那句话 被你说那句话 当那个匾额 就是如果是哈佛大学 你每天进哈佛大学 你就看到哈佛大学跟你讲真理 明天又真理 后天又真理 再后天又真理 如果你进普林斯顿大学 你就进校门 他今天礼拜一就跟你讲说 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这儿开花结果 礼拜二你又来了 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这儿又开花结果 你这样看这个句子 看了很多年以后 你无形中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把这个语境列入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适合挂在学校墙上的那些标语那些口号 不挂就算了 如果真的要挂的话 它必须是彰显一种人类的普世的价值 而不是针对学生的教训 我前面举的西方大学的例子 它基本上都在表明 半学者的一种理想 哈佛大学说真理 就是他们半学的理想 他不是说你必须追求真理 不是这样子说的 普利斯顿更明显了 他说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这个学校开花结果 他这明显是半学的人跟学生在讲他的心愿 他不是在要求学生 规训学生 训练学生 驯服学生 他不是在干这件事情的 高下立盘的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讲说 如果我们在校门口挂一个匾额 说自由平等不爱 我觉得是可以的 加上他的法国大革命的脉络 让我们的下一代体会人类这几百年来 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 就是自由平等不爱 那类似的校训你也可以有 我忘记这是哪个学校 这应该是 这搞不好是斯大附中还是哪里 就叫做自由民主科学 好像是这样 那某一所宗教大学 其实是中原大学 他的标语是信 望 爱 因为他是基督教学校 那信 望 爱 这个标语 就他的学校的办学的目标而言 他是妥当 他是恰当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个判断一个学校该挂或不该挂什么标语的一个最后的标准大概是这样 不过呢最后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其实呢各个学校早就有所谓忠心得目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礼拜或这个月的忠心得目是什么仁爱 下个月又换成什么什么什么 那大家从小就这么长大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心考虑考虑 有的时候我们也假装没看到 那其实呢在国外很多的中小学 大学大概没有了 中小学的老师 因为中小学他们的一个老师 我先讲中学是指的那个国中以下的那个中学不是高中 那老师大概是以教室为他的基地 小学老师整天都在教室里面 他们没有另外的教员办公室 有啦 那教员办公室是老师开会的地方 他们整天工作的环境就在教室里面 所以国外的小学老师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开学以前要布置他的教室 不是叫学生去布置 是老师要布置他的教室 那老师为什么布置他的教室呢 因为借着布置他的教室 要跟他的学生讲很多他心里的话 所以呢很多国外的学校呢 他的教室里面每一个老师都会挂他自己的标语 如果有一位老师赌信基督 他可能就挂信望爱 有一个老师热衷公民运动 他可能就会挂自由平等博爱等等 那每个老师都挂的不一样 那小孩子在这个老师的教导之下一年两年 在这个教室环境 老师的教室的布置每学习还会换 有时候每个月还会换哦 他也不会是只有一句话 所以呢 一个标语我们前面讲 他的高下的差别 是如我们前面讲 那我现在讲的是说 即使不去管这个高下的差别 就是即使真有人要挂离异廉耻 你也不要全线都挂吧 每一个老师各自在教室里挂 有一个老师他赌信 蒋介石他喜欢挂离异廉耻也就挂了 我们也跟他没有什么好计较 反正是这个老师的信念嘛 他认为功功功功功的做人很好嘛 好嘛那就让他挂也没关系啊 他挂完了下明年换另外老师就挂另外一个标语了 这就比大家都比较轻松比较自在 张立善的问题并不是他要推这个礼毅廉耻这个标语 他推任何标语都是不行的 因为他是一线之长 他要让所有的学校都听他的概念 即使他把哈佛的校训办出来 说我云林县每个学校都校训都改成真理 我也是反对的 原因是张立善你谁呀 你以为你谁呀 蒋介石的时代已经over了 台湾好不容易把威权体制打倒 建立了自由与民主 那你作为一个县长的人 你可以鼓励各校 其实教育部政策就是各校发展学校特色嘛 那在发展学校特色的时候那各校校长都费尽脑汁啊 要为他学校想一句好的标语各校想的都不一样 让大家争其斗艳啊各显神通 这才是我们希望的教育的现状嘛 那都未来或现象 现在或未来 那你张立善你以为你谁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张立善的礼义廉持 容许我讲小声一点 我其实不太愿意这样讲他 就是因为他无耻 今天是我们借着张立善的礼义廉持 跟大家做批判思考的练习 希望大家喜欢